第六题,罗育各取银木耳的两种酸HAHB,分别加水配成500毫升的甲乙两杯溶液,HAHB解离后的示意图如右,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 A说HA的氢子浓度大于HB,这个是错的,我们从图上面看到,我们图示里面HA只有一个HA解离出氢离子,而我们的HB呢却解离出了四个氢离子, 所以应该是HB的氢子浓度大于HA,选项A是错的,选项B,HA属于强酸,HB属于弱酸,这个是错的,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HA里面图示里面只有一个HA解离出A负离子跟氢离子,其他的三个都还保持原来的HA,可是我们的HB却完全解离了,所以HB是强酸,HA是弱酸,选项B是错的,选项C, 每一杯溶液中,氢子浓度皆大于其氢氧跟氢离子的浓度,这个是对的,这个两个都是酸,都解离出氢离子,所以他的氢氧的浓度呢都会比氢氧跟氢氧的浓度大,所以选项C是对的, 两杯溶液中,PH大小是甲小于乙,是错的,我们晓得PH值的大小跟氢氧的大小正好相反,PH值越小,氢氧浓度越大, 我们刚才已经知道,我们的HB的氢氧浓度比较大,所以PH值呢要比较小,所以选项出是错的, 最六题问我们说,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C, 每一杯溶液中的氢氧浓度皆大于其氢氧跟氢氧浓度。 协小的氢氧浓度,以及氢氧浓度的氢氧浓度, 氢氧浓度这 bijvoorbeeld细的氢氧浓度是资本的氢氧浓度贵白疗料,